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全联福利中心中原感恩乐广告在电视播放后,意外引发网友拼凑细节,查觉广告之设1981年陈文成命案,全联昨晚发表声明否认,并随之将广告下架。 对此,党产会委员表示,全联实业有心谈转型正义,那原力建设买到国民党墙买而来的国发院土地,就还给叶家把全联中原街广告掀起网络热议,不仅将广告设定在陈文成遇害的1981年,剧中男主角抱住黑猫侃侃而谈,镜中却看不见倒影。 此外,男主角在脸书和IG成立个人专业Allen Shen,个人资料上写著1950年一月生,1968年至1972年就读台湾大学,皆与台大陈文成背景不谋而合。 据党产会调查,在陈文成命案发生的19年前,国民党中央委员郭继,母诈乡长张荣森,代书及四位配枪人士,在1962年押走国发院原地主业中川,抢逼签订一支19万1100元买卖契约,取得1820多瓶土地,收为革命实践研究院中兴山庄土地,一度更名为国发院。 国民党最后只付19100元支票,并提存于法院,因业中川拒收,迄今未知法院拒领一毛钱,2005年8月23日,国民党在马英九担任党主席任内,与原力建设签约,以42.5亿元出售国发院土地党产,但因未来的土增税额估约9.4亿元,故自买价扣板, 最后以38.3亿元为实际成交价,原力仅以每瓶26.53万元价格,取得每瓶价值约40万元土地。 马叶因此卷入建卖国发院党产,北检侦办中党产会委员表示, 国民党将国发院土地卖给原力建设林敏雄,刚好全联董事长也是同一人,既然全联广告以台大陈文成为背景,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有历史感,关注转型正义,另一方面行销自家,企业精神就要一以贯之,买到抢人家的土地,就还给人家吧。 文员指出,原力建设向国民党买机关用地,业家地主早就四处陈情数十年了,一笔几十亿元交易,当初购买不可能不支这件事,原力建设不必装无辜,应该拿出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面对。 全联作发声明表示,今年全联中原节是以感恩乐概念出发,广告以感念先人为创意发想,创意手法运用虚拟人物献身,向参与中原普度的台湾民众致意,感谢民众的温馨款待。 影片中的人物设定并未取材,影射特定的真实人士。 全联是全民的超市,一向不触碰政治议题,期盼各界不要过度联想。 而考量广告造成社会大众反应,顾及日起全联将此次中原广告全数停播,并感谢各界关注。